主席各位同仁 台湾在全世界出名的 就是它是一个医疗的乌托班 台湾人民生活中 让人家觉得做台湾人很幸福当中的一部分 也是台湾的医疗服务 台湾的医疗 无论是它的专业性 无论是它的医疗的品质 跟它的医疗的服务 它充分地做到了 人民的生命跟健康 需要在哪里 服务就在哪里 危险在哪里 治疗就在哪里 而这样一个医疗的乌托班 正是我们想要维护它 为了要维护它 它需要一个永续经营的健保制度来维系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健保要倒 健保几乎倒了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健保的改革 所以健保的改革 第一个要务就是我们要让健保 能够真正永续发展 也为了要让这个健保符合公平正义 所以十几年来大家的努力 有二代健保的版本出来 二代健保仍然有一些瑕疵没有错 可是当它进入朝野协商 两个政党发挥它的智慧的时候 在二代健保的基础之下 如何去避免它局部的疏失 应该是正确的方向 结果我们却看到中国国民党 竟然在这里大转弯 又回到了连一代健保都不如的 所谓的零点五代健保区 今天有这么多的国民党的委员 在这里口口声声说 它是一个照顾弱势 符合我们弱势保护的一个健保的方案 请问当一个失业的父亲一家四口 他如果以现在国民党的版本 他需要去投保第六类地区人口 每一个人要交七百四十九块 每一个月一个失业的家庭 零所得的家庭 四口人的家庭 一个月要缴交两千九百九十六元 而以民进党的版本 一个零所得的家庭 两个大人两个小孩 小孩不计一个人三百五十块 他只需要缴七百块钱 到底哪一个版本才是真正照顾弱势 一个需要兼职的人都是弱势的人 需要兼职的人都是弱势的人 弱势的人兼职的第二份薪水 第一份薪水一万八千元的人 他去兼了一个一万八千元的薪 他多么的辛苦 可是他缴交的保费 跟在一个高薪的工作 三点六万三万六千元 一个月的高薪的人相比之下 他要缴的保费竟然比他还要多 这样的一个健保制度 叫做是公平的制度 我们无法接受 今天刚刚赖委员所讲的 一个律师他一个月二十万的收入 跟一个总经理二十万元一个月的薪水 一个律师一个月要缴九千四百六十块 而一个总经理只需要缴两千七百三十块 这叫做公平吗 这符合公平 这符合正义吗 今天在这里所讲的都不是真话 这个健保的改革 让国民党无法弄 靴跳也给 Dash 跟何积 late 都没有人的利益 什么9小洋